上电之前呢第一步确认电源线插好了 急停开关键好了 然后上电之前一定要检查这个激光输出汗 看激光输出汗的这个保护帽有没有 有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把这个保护帽拧掉 如果没有拧掉上电的话就有可能导致把激光系烧坏 所以把这个帽子要拧掉 拧掉了以后呢要确认急停是弹息状态 摁一下软的再摁一下长的就保持这个弹息状态 然后启动 启动了以后呢 然后第一步呢先输出风光 三档然后看这里面就有风光了 输出现在正确 第二步呢设置一个参数 麦春是50平律是5 然后公里就用5就行可以 然后脉冲状态 start 这时候踩一下脚踏 然后去用手感觉这个地方 就会有热量 就会感觉到温热感 这就是说激光输出正常了 这是仪器的基本操作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插入光纤了 仪器没有问题的话 首先确认 光纤的帽子 光纤的端面是洁净的 用写微镜看 对 这是干净的 然后 如果不干净 就用擦拭着把它擦干净 擦干净了以后 再用写微镜看 写微镜看 看干净了以后 才能插入仪器 轻轻地拧 不要用力 拧紧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光纤输出口 再点亮服务 这就刚刚输出了 输出了以后呢 还是 踩一下脚踏 这时候呢 试这个激光输出的 正确能用手 去使感受 还有热量 如果热量不明显的 就加大 这时候呢 就可以加大了 加到15瓦 热量不明显 好 很热了 好 这个就是仪器的技能 加的头 感觉 脚踏用手感觉 用手感觉有热量 如果感觉不到热量的话 就要换一个光纤了 可能光纤有问题了 如果有热量的话 说明仪器就热了 不要用光纤去打纸 实际上是错误的 如果纸上冒起来的烟 把这个光纤头烧坏的话 这个光纤就坏了 然后我们要插光纤之前 一定要确认 看一下光纤的规格 是要求大约400微米的 那么我们要看 这个标签纸上的规格 是不是400微米以上的 插610 也可以 但是如果是插200微米的话 就把仪器就烧掉了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使用结束了以后呢 第一步 回到展厅状态下 第二步呢 把红光关了 第三步呢 把机器关了 列为关了 那么平时呢 这个尽量不要拧掉 就保持 接上的状态 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污染 如果实在需要坏的话 就把它拧下来 拧下来呢 立刻将这个保护帽 拧回去 保护好 否则空气就可能把这台仪器污染了 然后同时 立刻将这个保护帽 保护起来 每次插入光纤的时候 都要确认一下 这个光纤 是不是符合仪器的 这个光纤规格 以及活贴的端面是洁净的 以及活贴的端面是洁净的